星級卵靜 銀生指數方面在2024年開局非常弱勢 現在連續跌了第三個星期 跌幅超過11% 也是近年非常少見的 主要跌市原因方面就是外資的扭走 內部的跳空或者振興方面 暫時還未見到非常大的成效 中美這個關係非常反復 還有小米剛剛在去年年底出了一個新車 但是雷軍最近的言論竟然說 不是太看好自己的車 也認為定價太貴 受消息影響 來看衛小里上個星期跌得非常慘 包括比亞迪跌穿了200元這個心理關口 如果大家相信這個汽車版法會持續弱勢 可以考慮比亞迪1211的淡倉 現水平向下看10% 有可能會挑戰160元上次的低位 如果向上的5%就需要做止損動作 星期一港股跌穿了15000點的心理關口 不同的板塊都有個下跌的情況 在汽車股的板塊 尤其是新能源汽車 跌幅都相當顯著 理想蔚來和小鵬三隻的跌幅 介乎5%至7%不等 反而1211比亞迪雖然看到有下跌 但是跌幅只是2.4% 如果你看到大肆氣氛相差 以及EV的板塊 電動車的板塊相對是比較弱的話 短線不度比亞迪有跌幅的追落後潛在動力的話 可以留意跟進炮車短線體限比亞迪的部署 看探工具我們升展有個22648的比亞迪坡 這隻22648的比亞迪坡 9月份到期行駛價是159.9 屬於價外的選擇 假設用昨天見過的位置192元來參考的話 對應22648的駛價大概1.95元 假設持貨一個星期和人生博服不變的話 如果向下大概用20元的跌幅來參考的話 即是對應估計172元 22648相應的渦輪價錢大概是2.95元 潛在的升幅有大概五成 塔本蒳 大亦 有一位 мі濾 conos 借